评论郡村文化节上午在精彩热舞表演中接幕 副县长钟嘉宾表示 一连两天的郡村文化节 除了军歌比赛 还有复古造型服装秀 文创世纪及同文闯关 多元化的活动内容 展现郡村文化的热力 一年一度我们的郡村文化节要开始了 照往例呢 今年的开幕啊 就是由我们传统的军歌 以及绕军歌曲比赛 首先登场的是我们个人组 明天呢还有团体组 今天晚上呢还有复古时光旧 所以啊今天在场 待会呢还有我们小朋友呢 要来做我们墙面的彩绘 可以说琳琅满目多彩多姿 文化处长徐芬春表示 希望每年透过屏农眷村文化节 吸引更多年轻族群 共同来关注眷村活络眷村 今年的眷村文化节 已经来到了第六年第七年 所以我们在整体眷村的运作上 随着这些房舍的点交跟委托经营 其实现在青岛街已经在屏冬市区 是一个相当具有知名度的一条街了 但是我们持续在打造这个眷村文化节 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的年轻族群 也希望吸引更多的不同的族群人口 能够关注到眷村这个地方这个预题 比诺眷村文化节 今年特别要起名和国小美术班师生 于胜利眷村巷弄以鱿鱼艺为主题涂鸦 小朋友们发挥天马行空的创意 在地上墙上画出大大小小的彩色鱼 让老眷村呈现同换的创意 军歌季军中情歌比赛 分成个人组及团体组 入选者将于14日进行决赛 个人及团体组前五名 皆可获颁奖金及奖状 透过军歌及军中情歌比赛 幸福期盼让人回忆起那段 眷村记忆及军中的荣光岁月 评论新闻 张如意留建荣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